就这么小小一只 2700多 我们等了一年了 在陕西周治发货 拍了大果家集好的 48小时之内给大家发出来 都是果园现在现发 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徐香米欧桃 它的果肉呢 滋多饱满 香甜软糯 吃进去呢 纯齿留香 就是你吃第一个 你就会想着吃第二个 下波了 好冷啊 这边真的好冷 我们到现在都没有吃晚饭的 现在找个地方吃个晚饭 然后就回去休息了 这个是烂辣白菜炒面 最合我们姑娘人的胃口了 又酸 也不是很辣 吃完饭了 又要打蒸了 一天一蒸不能辣下 要重新开一只药 这一只就是2000多 哇 就这么小小一只 2700多 这一只呢 可以打10天左右 一天大概就是270块 稍微这么急一下 就200多了 所以说 为什么现在的孩子 金贵 就贵在这了 还没有生下来 每天就200多 还不包括吃的药 吃的药每天应该也是五六十块钱左右吧 还好我的肚皮厚 金渣 痛到是不痛 就是看到这个蒸呢 有一种恐惧感 哦 好了 又完成一天的热露了 洗个澡睡觉 明天早上呢 还要去果仁里面摘果 大家平时通过视频 看到秋子都是大大咧咧的 其实我内心的压力确实挺大的 为了一个孩子 感觉很不容易 有的时候看到人家自然怀孕了 就会觉得很羡慕大家 感觉大家都中了头等奖一样 没办法 来了摘果了 一进这个猕猴桃的那个果园 就是将未扑鼻而来啊 我们今天要摘2万斤的果子 已经摘了一半了 因为果农起的很早 5点多就过来摘果 这个就是我们果农摘下来的果子了 这个果子摘下来之后呢 还要拿到仓库去分建 给大家打包 这个猕猴桃 各个都是很饱满的 这是你们家的猕猴桃吗 嗯 你种了多少 种了三五多地 三五多 这个雪山猴桃它熟了 就会自动掉到地里面去 但是这种猴桃真的很好吃 嗯 就这个香味 我们等了一年了 所以我们不远千里驱车 来到了八百里秦川的那个猕猴桃园里面 陕西周治 来吃这个雪山猕猴桃 它这果肉水分很饱满 香甜多汁 三毛才收一万斤 嗯 今年太干了 今年个头也会小一点了 爸爸在的不长个儿 因为猫头能长吗 他说他说我自己在的都不长个儿 你说这猕猴桃能长吗 今年真的是太干旱了 不只是猕猴桃不长个儿 很多农作物都不长个儿 所以说咱们农民只是看前吃饭 挺不容易的 下午吃饭不吃 吃饭不吃 吃饭不吃 谢谢大家